大家好,我是Den 女团尤家艾德在12月31号公开了VR演唱会 而在埋北舞台的时候 几位成员们穿了低腰裤 其中成员迷你的裤子 因为更是低腰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看到内裤带的服装是很常见的 但是都看到三角部分真的是很尴尬 有什么问题,在海外很常见的服装啊 就是这么喜欢审查女爱德们的服装 去审查男爱德的服装吧 不是女爱德,就是男爱德穿了也会不喜欢 这个根本就不是性感 真心觉得不好看 我是孩子们的粉丝 公司真心觉得这个性感虽然让他们穿的吗 不觉得很尴尬吗 是在跟粉丝们斗气吗 要在爱德程度的话 应该有权利拒绝不想穿的衣服吧 粉丝们也都在骂 拜托换一下造型是吧 长得丑胖的女生穿的话 就说是很勇敢 勇于表现自己 长得漂亮身材好的女生穿的话 就变成争议 果然女人的敌人就是女人 穿着这样的服装唱奴的歌曲 不觉得很奇怪吗 还不如那些唱 我很性感大家都来看我的艺人 假装自己不是却穿这种衣服 真的感觉很丢脸 又不是音乐节目 也不是综艺节目 在他们自己的演唱会穿这样 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男爱毒们不都连上衣都脱吗 厌倦了男女爱毒服装这样说三道四 对于尤家爱子的演唱会服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开始 韩国女生们突然想要变成恶鬼的理由 我们先来看一下 强奴饰演驱魔式的韩剧 Illand的一个片段 因为最后这个部分 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是火箭酒 我竟然想要被鬼附身 什么会这样做 恶鬼做什么好事了 还这样对他 太羡慕了 演得很好 但是为什么这么性感呢 驱魔原来是这么好的事 恶鬼转斗了 拜托帮我驱魔吧 我被撒旦附身了 快来救我 我也来排队吧 哈哈哈哈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 K-POP专辑累积销售量 前15名 这个排行是该歌手的2022年 所有专辑的累积销售量 而小分队个人专辑就没有包含在内 15位 15位Lucera Pim 14位TREASURE 13位TWICE 12位Espot 11位Espot 10位Red Baby 10位Red Baby 9位NCT一力气 8位Ibu 7位Espot 6位TOMORROW BY TOGETHER 6位TOMORROW BY TOGETHER 5位BLACKPINK 4位NCT DREAM 11位 11位 8位 1位 13位 3位 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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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